来看一下今天的外汇精选内容 1.大华银行表示 人民币会成为避险天堂 2.风险意愿回升 限制跌幅 英镑交投于1.43关口 3.欧美为何热衷 向现金宣战 其实是为了防止负利率引发提现 大家好 今天是2月18日星期四 欢迎回到新一期的外汇行业 大华银行的分析师团队 根据新华社 援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 姚玉栋的报道解释 人民币可能会继续升值 并成为全球金融动荡期间的避险天堂货币 姚玉栋表示 人民币汇率对伊兰斯货币保持了基本稳定 也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 中国的银行新增贷款 从去年12月的5978亿 跃升到了今年1月份的2.51万亿 创出了历史新高 远胜于市场预期 当然这时正值农历新年假期的前夕 传统上季节性的流动需求比较旺盛 进一步来说 1月份的社会融资上升了3.42万亿 而去年12月份的数据是1.82万亿 周三英镑兑美元从两周低点小幅回升 因油价反弹带动投资人对交高风险货币的性质 此前英国公布的就业市场数据有好有快 英镑兑美元欧洲市场午后一度跌至2月1日以来 最低的1.4235 因美国公布的工业生产数据强劲 全面提振美元 但在伊朗表达了对动产计划的支持后 油价晋升超过5%至每桶34美元以上 英镑也随之小幅回升 德国商业银行汇市策略师Ester Richelt称 今日风险意愿肯定是影响市场的因素 这受到油价的带动 我们看到这反应在英镑走势之中 之前英国公布就业市场数据显示 薪资增长在上季放缓 但在12月加快 就业人口增至3142万的记录高位 目前市场聚集周四将开始的 为期两日欧盟峰会 届时英国首相卡梅隆 将尽力确保更多对英国有利的条款 从而让英国留在欧盟 脱离现金 尤其是废除500欧元和100美元面值的大额货币 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支持 周一欧中央行称已经组成小组研究废除500欧元面值纸币的技术细节 预计2-3个月后会做出最终决定 周二前美国财长薩莫斯表示 世界各国应停止使用高面值纸币 100美元甚至50美元的纸币都应禁用 纸币面值高会助长犯罪腐败 不过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 犯罪就一直是社会的一部分 在现金出现之前 犯罪就已经存在了 显然现金并不是犯罪的前提条件 那推动社会无现金化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事实上现金是金融体系的致命弱点 随着负利率的持续 最终银行将会把负利率将传导至储户 事实上欧洲的一些银行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而如果利率进一步下跌 储户将被选择不再将钱存在银行系统中 而是将现金放在家里 负利率的出现将引导储户从银行中 大量的取出现金 而这样大规模的取款将压垮整个金融系统 无论是银行还是政府 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 而既然负利率别无选择 唯一合理的选项就是禁用现金 迫使储户将钱留在银行中 这才是无现金社会背后的秘密 本节目由多高斯贝出品 感谢您的收看